这是一张德国212型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的尾部高清图 有没有注意到在它的螺旋桨后面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呢 对比起来俄罗斯的基洛级、法国的可谓级 螺旋桨后面可就要轻松很多了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 其实作为德国现役最先进的潜艇 这么大大方方的就把屁股给展示出来 实在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你看同样是作为最先进的美国弗吉尼亚籍和英国的机命机 你就怎么都看不到它们的屁股 不管是在展示还是在维修 只要不是在水里面 它们的螺旋桨总是被密不透风的造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稍后就会讲到 既然德国人不利息的给我们看了 我们就先讲它 这个突出在螺旋桨外面的好像还带了一些叶片的东西 就叫做蒋古涡流扩散器了 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降低噪音和提高推进效率 我们分别来讲讲 水下螺旋桨的噪音 主要是由一种叫做空炮现象产生的 当螺旋桨快速旋转起来之后 贴在它表面的那一层薄薄的水 也会被它带动着快速流动起来的 而根据伯努力效应 流体的速度越快 压力也就越小 而压力越小 其沸点也会越低 所以随着螺旋桨越转越快 它表面那些水流的压力 已经将来低于达到沸腾的最低压力了 于是就像我们把水烧开了一样 也咕嘟咕嘟拼命的冒泡泡了 这些泡泡在散开碰撞破裂后 就产生了大量的声音 为声纳追踪潜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 所以潜艇想要隐身 就得不断的在螺旋桨上做文章才行 使它尽可能少的产生空炮 这些努力分别都有 降低螺旋桨的转术 增加螺旋桨的直径 减少螺旋桨的表面积 增加桨越的数量 扭转桨越的形状和角度等等 其中有着太多的冲突和妥协 比如为了在降低转术后 还能获得一定的前进速度 就需要能够在单位时间里面 推动更多的水才行 这就需要增加螺旋桨的直径 但是直径的增加也是有个极限的 再大可能就会在停靠的时候 打到船坞了 那就只能增加桨越的表面积了 但增加了表面积 就意味着有更多贴在表面的水流了 空泡不是一样也会很多吗 于是只能减面积加速了 同时为了尽量平衡内圈和外圈 脚水的速度差 还又将叶片扭成了这副模样 好了 在如此这番之后 螺旋桨的噪音 终于降到了一个很低的范围了 但还是有人不甘心 他们觉得 要是我拿个罩子 再把螺旋桨整个罩起来 岂不还能再降点罩吗 这就是美国和英国最先进的 潜艇后面装着的蹦腿系统了 这个大罩子的确会让里面的螺旋桨 更安静一些 而且似乎也会更加的高效 不过人家是核动力的大潜艇 把推进系统折腾得更重 更复杂一点也没啥大问题 但在常规动力潜艇上 是很少有人敢这么做的 除了我们都知道的战斗民族 所以212它既想要更安静一些 但又装不起蹦推 怎么办呢 蒋古涡流扩散器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可以抑制空泡现象的产生的 于是就带来噪音的减少了 那它又是怎么增加推进效率的呢 这个技术背后的基础 其实既不是什么秘密 甚至也一点都不新 它早就应用于商业传播了 只是名字稍有不同而已 叫做蒋古茂奇 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出来的 经过了几十年的验证 它的确是可以将大型传播的燃油消耗量 减少5%左右 整个生命周期下来 这就是一笔非常客观的费用了 它是这么工作的 跟飞机的机翼非常像啊 流过船用螺旋桨上下表面的水流速度呢 也会因为其形状的不同 而产生速度的不同 当这两股不同流速的水流 在螺旋桨尾端重新汇合之后呢 就会在方向上产生偏转了 当每一片桨叶产生的这股偏转的水流 都汇合到一起后 就会在蒋古后方变成一股更加强烈的涡流 直直地喷射出去 而它们原本呢 其实是可以产生更多推力的 它就叫做蒋古涡流 而蒋古冒奇就是用来打破这些涡流的汇聚的 你看正好挡在大叶片后面的小叶片呢 把刚刚偏转了的水流又马上给偏回来了 就是它们在蒋古后面拒不起来 所以它们也就只好安安心心的 把自己的那份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了嘛 再把它移植到水下之后呢 德国人显然又进行了更多的优化 所以蒋古涡流扩散器 明显就比蒋古冒奇复杂了很多 至于它又是怎么工作的 不好意思啊 那是人家的军事机密了 我们就只好猜猜罢了 但很显然我是猜不出来的 也暂时还没有找到有猜出来的更详细的分析了 说到这儿 我就要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总是要把自己的 潜艇上的螺旋桨折起来的原因了 因为它上面基本上就写满了整艘潜艇的关键数据了 它的形状可以暴露出其为了实现水下隐身时的最佳转速是多少 而一旦我们既知道形状也知道转速后呢 就能够计算出其输出的频率是多少了 进而将发动机的类型和发动机的转速给摸清楚 并据此来调整和训练我们的伸纳系统 有点像是给它注入了一个特定的疫苗一样 让它能够更好地识别这艘新的潜艇的升学特征 于是在它面前这艘潜艇还能继续保持营生吗 不能了吗 虽然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德国人一点也不在意 但至少我得感谢它为本视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